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我只是说了两句 但在你的眼里就变成了暴躁 你为什么不能为了我而改变脾气 变得更加包容 我也希望你能不再那么任性 学着站在我的角度考虑考虑 掌声 有请这对情侣 有请 小赵 22岁 来自河北学生 有请小赵 小孙 22岁 来自河北学生 有请小孙 有请 欢迎两位 高中同学是吧 同级同校同学 同级同校 不同班是吧 对 在高中的时候有印象吗 有印象 但是他对我好像没有什么印象 高中的时候没有表白一下 就是即将搞好的时候 在那么重要的时刻你去表白 一开始也是不同意 那玩意没看上他 对 后来怎么落入他的陷阱里了呢 都是老乡嘛 然后又在一个地方上大学 是同一所大学吗 不是 就离得不太远 就这样阴差阳错走到现在 你用了个阴差阳错 好像不很满意 对 今天为什么来 在我的想法里 就是那什么应该让着女生 但是我感觉她没有 我今天到这来 我就是想知道 到底是她应该让着我 还是我应该让着她 这个问题好难答 他一打游戏 然后就带到生活中 影响我的情绪 就比如说打游戏的时候 就是难免遇到坑队友 坑队友你说 你也不能对我吼呀 然后更过分的是 我带我闺蜜 想让你带我们两个上分 你为啥说我们手脑不接条 让我们回家说恋恋看 这样做是有我的道理的 玩游戏嘛 大家一个集体利益 我们都在同一个小队 因为我是个带恋 然后也是个陪恋 然后我就会去直到她们一天 那你玩得也相当好 还行嘛 然后我是为了带你们一起躺赢嘛 到最后说 我肯定是十分气愤 你打游戏归打游戏 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 你不感觉你这样过分吗 就是因为你是我的女朋友 所以我才会说你的闺蜜 难道你这还不懂吗 我是为了她们的技术变好 你这叫指导吗 你这叫指责 你指导指导跟指责差哪了吗 差哪了 指导心平气和地说 但是她指责她 就是大吼大叫的呀 打游戏都偷鸡取巧 干嘛让她带着你们躺着上分啊 自己练 但是我想如果她女神赵丽颖来了 她肯定不去骂她 我告诉你赵丽颖来了 我也该骂骂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她是我的女神 我希望她变得更好 更完美 所以我要去说她 但是你没想过一个女生 然后被你这样特别地丢人 而且她是我的闺蜜 她跟我最好 不是 我就觉得特有意思的逻辑 我没想明白啊 我请教一下 好的 为什么我对你好 我非得骂你呢 我不是去骂 我去指导 就是脾气稍微大了一点 以后温柔一点啊 尤其对女朋友要好 行了 没事了 您别说 我还记得有一次 我的兄弟告诉我 女朋友在外面 给她戴了绿帽子 我作为一个兄弟嘛 我肯定会看不下去啊 我们俩关系那么铁 然后我就去说了那女生一顿 我感觉没有做错 反而到她那里又说我 这是人机两个之间的问题 你那个哥们也说了 他只是怀疑戴绿帽子 你看着她戴了吗 跟你有啥关系啊 我们俩是从小 光屁股长大的 我相信她说的话 我就要去帮她说的 能怎么样 认为我是公平的 这是人机两个之间的问题 你自己的问题都没解决好 你还去处理别人的问题 你不感觉你管得太宽了吗 我这有错的没有错呀 那你也不能大吼大叫吗 还我大吼大叫 那有一次找你吃饭 你怎么样吼我的 那你也不能上后处找人 你先打架去呀 我提醒我服务员 咱们四天中到的 人家五天中到的 饭都吃完了快走了 我四天中到的 还没看饭长啥样呢 为什么我这么不受公平呢 这世界应该是公平才对的 他也是客户 我也是客户呀 你是找了服务员 找一次不定 你不会找两次 你好好跟人家说呀 你为啥非要大吼大叫的呢 我大吼大叫是想催一下 表达我当时的心情而已 但是你的行为过分 你懂吗 你们叫那只干嘛呀 作为一个成年人 我们在交流的时候 就在气氛 你是情绪会有切换的 你知道吗 双方父母应该都知道 你们谈恋爱对吧 对 怎么样 他们知道吗 你妈挺愿意的 她会来事呀 她风天过节 给我妈送个小礼物 啥六啥日跑我们家 给我妈刷刷碗干干啥的 我妈就跟她是一个站线上 你不是挺好吗 但是她在我妈这儿乖兮兮的 她到我这儿就不是这样的呀 我妈不知道她真实的状态 她真实状态 我看小伙子也不错呀 对呀 我也自然感觉不错呀 她总是看不过我呀 但是我就是感觉你不好 你凭啥就吼我呀 我是我妈捧大的 那个是要毕业了吧 应该大学 对 22对吧 未来去哪儿准备 我现在考了一个教师证 我想着就是毕业了 就去我们老家当个教师 然后安安稳稳地 河北哪儿的呀 玉田 你呢 也回老家吗 不是 我都是玩游戏玩得比较好 我就是想以后来做游戏主播 天天都想着没用的 你就总想着你夜暴富 然后天马星空的 我怎么夜暴富了 我这我游戏挺有前途的 难道你忘了有一次 我攒了多久的钱呢 为你买个包包 到时数钱给我捡了 拿捡刀 劈啦啪啦给我捡个西岁 你就没有想过我的感受 捡包是我的不对 但是是你有村在先 我为啥捡你帮给你打电话 有急事找你 打了五六遍你没接 最后一遍好不容易接了 我话还没说呢 您给我来一句 我打个信的挂了 然后就挂了 没有下词了 对呀 你有什么急事 不能发微信吗 我以前给你发微信是小事 你都是两个小时以后回我 但是我有急事呀 我肯定会给你打电话呀 你有什么急事能啊 我感觉你没有什么急事 假如说你 你在超市去买那个日用品 但是你钱没带够 你没有现金 你微信也没钱 你肯定是找我 然后给你赚点钱 但是我也是呀 我想让你给我赚点钱呀 你给我了吗 我告诉你 你知道为什么 咱俩现在钱不充裕吗 因为我玩游戏 我以前没有玩更好 没当上个主播呢 我认为玩游戏非常有前途 在我的大好年华时间 我打好了游戏 当了一名主播 你也说你20多岁是大好年华 而你呢 你有什么想法啊 我就是想当个老师 我就想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20多岁是女孩最好的年纪 我不想跟你这儿 主持人台是从下午开始 比如说没有课都开始打 打到凌晨四五点 然后再睡一会儿 再爬起来上课 整天是这种状态 不是 你听我说 就你当老师 说20岁好年华当老师去了 天天当老师 打对勾 打对勾 90分 60分 80分 这有意思吗 而我是拼搏你明白吗 不不不 你那也没意思 你知道吧 我是在拼搏 不 你再拼搏也没意思 你凭什么说人不好啊 咱们不要在做职业上面的 互相瞧不起和抬杠 没什么 你可以有你的理想 你可以有你的理想 对吧 我问的是你们未来怎么考虑的 你可以当老师啊 你可以当游戏主播 不影响你们结婚吧 但是我就感觉 当游戏主播影响我结婚 您说 今天当游戏主播 肯定得天天打游戏吧 然后到最后 那是他的工作嘛 对 到最后身体没了 你需要拿这个钱去买药吃吗 我挣的钱不一定有多少呢 以后为了 为了你们是着想的 你总不想站在我的角度想一想 但是你没想过你这个游戏 它只是你在年轻的时候可以有 比如说你现在二十多岁 然后你到四十了 你还有这经历 你还有这时间吗 这你就不知道 你也没问过我的理想 到时候我有钱会开公司了 你知道吗 还随便游戏啊 开公司理是开代打公司吗 我真的 主持人就是抬杠 你会想想这怎么办吗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在性格上 都有点小较真 对吧 想结婚吗 你想结婚吗 我肯定是想的呀 是想跟他结婚吗 那肯定是想和他结婚 你想结婚吗 我想 你是想跟他结婚吗 是 所以我说没什么大事嘛 你们还吵什么呢 但是我不愿意 那你不是想娶他呀 我是想娶他 那你啥意思呀 但我会 比如说有些空闲时机会看呢 但是 就你一个人所游戏主播 对 是这意思吧 他留在老家 是吗 对 就是你打累了的时候 你回家充电去看他 是吧 可以这么说吧 他为什么不能陪着你呢 就比如说我平时打一场游戏吧 在比方玩游戏 他说 你把那拿来 那拿来 我等会儿 你把那拿来快点呢 我等会儿 你有完没完呢 就知道玩 就这样跟我说 你们把这件事想清楚了 你们把这件事想清楚了孩子啊 过去叫玩游戏 未来你是把它当职业的 打游戏作为一个职业太痛苦了 你玩的时候可能是这样的 你变成钱的时候 就真想做钱的转变的时候 会非常痛苦 你想如果你未来就选择了这个职业 对吧 我相信他不会再打扰你 因为那是你在工作 对不对 跟玩又不一样 所以你都没想清楚 你们俩在这乱抬胡杠 你知道吗 但是现在我玩游戏 也是挣钱呀 但是他还是在 怎么和我吵和我闹 挣钱不代表是职业 因为你没在乎我呀 所以我给你闹 行吧 别吵了 你们今天来 到底是要干嘛呀 就是 是到底是要解决 抬杠的问题 抬杠解决不了 把你们俩拆开了 就解决了 对吧 但我又不想拆开 又不想拆开 那你们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我看你们俩 其实也挺愉快的 都抬成这样了 你说你还要嫁他 他说他还要娶你 那你们要干嘛呢 虽然是抬杠归抬杠 但是心是在他那儿 比如结婚了 还是天天这样过日子 我感觉到最后 也许真的很有可能 还会因为一些琐事 听明白了 知道了 两个人都想在家里 做老大嘛 抬杠的目的不就是 我是正确的 听我的嘛 你们听听老师们 怎么给你们分析好不好 我们一起进入 秋比特问卷 我觉得你俩特般配 你们俩性格上 非常的协调 但男生有一个问题 你逮谁跟谁发脾气 逮谁骂谁 还想骂赵丽颖 你问过赵丽颖的意见吗 而且你自己有一个神理论 就是我骂你是为你好 其实你只是为了宣泄 自己的情绪而已 在吃饭的时候 跟人家吵架 你刚刚跟我讲了一个词 叫公平 孩子我告诉你 这个世界是相对公平的 我们努力地去创造 绝对公平的环境 但是我们现在依然在路上 所以如果你拿着一个公平的理论 放在这儿 然后只要是违背你思想观念当中的公平原则 就要去骂的话 那这个世界上你要骂的事情太多了 当你的这个骂碰到了另外的那种非常极端的人 他需要用武力去解决的时候 你就又处在另外一种危险当中了 有一个名词叫垃圾人 你如果真的碰到他们 而你又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结果非常的显然 所以人不应该把自己放在危险当中 要懂礼仪 懂礼貌 懂正确的表达方式 而不是所有的事情 跟你爱的人 跟你不爱的人 跟你陌生的人 全部都用骂来解决问题 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 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 当你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的时候 你是优雅的 当你能控制你的心态的时候 你是成功的 而显然 你对于对方的距离还太遥远 你们两个人的感情 其实一直都在 你们这样彼此打打闹闹 吵吵闹闹当中 和谐地向前发展 这是你们两个人的相处模式 你们已经认同这种相处模式了 事实上 而未来的规划 没有人会告诉你 到底是应该 去小城小镇 做一份稳定的工作更好 还是去外面选择一份 没有结果 未知的事业 进行挑战更好 两个人都愿意在一起 就是更好 所以爱情方面 我不认为有什么问题 但性格方面需要调整 祝你们幸福 谢谢 好 谢谢左翼老师 来 曲总 其实听你们抬杠了这一整场 没听出什么大问题 但是我想了几个问题 你们为什么互相这么抬杠 其实你们现在感觉就是 没有问题 我要制造问题 显得你们之间 有很多的共同话题 你们之间是很多的交流 都没有营养 这种营养呢 并不是这件事本身 而是这个营养 对于你们感情之间的增进 有没有营养 没有 你们真是跟谁都抬杠吗 我感觉在外面没有什么 就是你在她的面前 你就喜欢跟她抬杠 就是吵起来 不敢跟她母亲抬杠吗 如果你在打游戏 她母亲说来一下 你不赶紧放下手中的这个游戏 赶紧过去吗 对不对 你在她母亲面前 你是会做事的 为什么你要跟她抬杠呢 决定于你们俩的恋情 能不能往下走啊 中间必须得出现个事 而你们在抬杠的过程中呢 谁先放手 谁先服软 也就是她说的 谁应该怕谁 那会儿才能决定 感情能不能往下走 因为你们之间 没有过说谁怕谁 如果不抬杠 就是我怕你了 怕你什么呢 是怕你生气 怕你伤心 你们现在都没有 谁先服软 你们的感情 说明就能往前走一步 如果感情当中 谁都不服软 谁都觉得谁应该怕谁 那么你们的感情 很快就会分解了 初解大事就考验了 谁先不抬杠 谁先说我们别吵了 我们把这事给规划一下 那说明谁就先成熟了 好不好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刚才左岩老师说 觉得你们俩特别的般配 其实我有相反的态度 你们彼此在一起 真的是一种消耗 没事 你们用一种彼此抬杠 彼此争执的方式 把两个人贴在一起 但是 一旦有事的时候 抬杠解决不了问题 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 去共同面对事情 我觉得你们俩 从来没有这个准备 或者说 我不认为你们两个 有能力 去共同面对事情 甚至你们俩都没有 学会共同面对生活 能坐下心灵气和的聊天吗 能共同简单地分享 我们柴米油盐的人间烟火吗 我不觉得你们有这样的能力 你们之所以这么久还在一起 正是这种相对激烈的方式 彼此缠绕着走到了今天 但一旦生活将来趋于平淡 你们的爱情往哪里安放 一旦出现了重大事件 你们的心能往一起走吗 能经得住考验吗 人的大脑中 有一种叫镜像神经元 这个是推动我们人类 向前进步的 就是人会模仿 你抬我一句杠 我回两句 你发脾气 我比你还发脾气 你们俩就彼此在这种镜像 神经元的互动当中 脾气越来越大 甚至 不管不顾在外边也发脾气 所以我说你们是一种消耗 就像那个温水煮青蛙一样 你们不觉得 反正我们吵吵闹闹 就这样过下去了 实际上消耗到最后两个人 都在受伤害 都在退步 都没有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如果我们有一个健康的 有营养的感情 我们是在互相模仿 互相成就的过程中在进步 你看 他包容 我也忍忍自己的脾气 他上进 我也少玩会儿游戏 他对生活有规划 那我也不能太落后 这样才能进步啊 所以我觉得 今天固然分不开 但我不看好你们长久的发展 也希望你们在这种消耗当中 能够想明白真正有意义的生活 有营养的感情 能够成长的关系 是什么 我希望你们快乐 谢谢 好 谢谢杨老师 宁叫一个抬杠的鬼 也不叫一个嘴甜的贼 我说这句话指的是女生 我觉得女生是相对直率的 你应该不是跟谁都抬杠 你善于知话识说 是吗 对 但是男生喜欢怼人这一点 我倒觉得 有些细节上是我不喜欢 你仔细想一想 你怼的都是弱者 比如说怼服务员啊 比如说怼他闺蜜啊 但但凡是强者 你多半都不太敢怼 是个欺软怕硬的人 而且还是个见风使多的人 所以他在别人面前是个样子 在你妈妈面前是一个样子 我觉得这个男人多多少少 会有一些伪君子 会有一些不真实 其实最重要的不是说两人之间的吵架的问题 吵架可以强化彼此的感受 最关键的是你会发现这个男生 他有两面 截然不同的两面 而且 其实在与你的相处过程当中 他对于你们将来的规划 以及对你的真心 好像都不是那么的透彻 生活过程段子本身没什么 但就像曲伟说的 段子本身得要有生活的沉淀和营养 但是你们这样互相蔑视对方的爱好 工作 每次吵来吵去都是因为一种情绪所致 而没有真正生活的探讨 我觉得这段感情的含金量低了很多 你此时此刻要把你母亲所有的意见 和对她的印象都抹去 你去好好想想 在生活当中 他对于你真实的爱的付出 到底有多少 但不管你们在不在一起 我都建议你做你的老师 他去打他的游戏 你们需要一段时间 来回顾这段爱情 好吗 对不对 好 谢谢附老师 我知道台盖 台归台 情感还是在的 你们有了更多的选择的之后 我希望你们不要在这个选择里面 放太多的功利心 这个功利心是什么 所谓的挣大钱成大名 如果不成呢 就你现在压上了所有的东西 你不是因为热爱 而是因为它有可能在这个时代 或者这个阶段 让你成大名或者挣大钱 如果不成呢 如果不成的话 知道我拼搏过了 我不愿无悔 你看 叫无怨无悔 那么第二个问题出现了 你在这个路上 可能你丢掉了你太多 人生最贵重的东西 女生也应该想清楚 就是你现在的这个 交往的这个男朋友 在他这个阶段的人生价值里面 最重要的是 他的自我成功 不是你 那你就应该知道 怎么去处理这段感情 你来做决定吧 我们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其实是说实话嘛 我玩游戏也是为了我的梦想 而我即使是成功了 不带你去 也是怕你打扰我 或者是我耽误了你 因为这条路我知道不好走 到最后很有可能一无所有 我不希望你去陪着我那样过日 我只希望你好好的 还有就是希望你 多站在我的角度想一想 不要再吵了 我最难过的就是 你把别人看得都太重要了 然后你反而忽视了我 其实我心里是真的有你 只是你认为 没有时间陪你而已 请亮弄吧 谢谢两位啊 请回 来 请关门 这最后一段 我看得还挺有感触的 你真要去追梦的时候 你就别招惹 阻碍你追梦的一些东西 因为人的精力就那么多 当你全心全意去追求的时候 你总会辜负一个人 很多人说我工作和事业能量全 我基本认为这件事就不是特别的靠谱 为什么不靠谱 大家可以仔细想一想 你的时间就那么多 你的精力就那么多 你怎么可能既顾及了这个又顾及了那个呢 所以大家想你不要说生活当中你可以得到一切和所有 那是不现实的 收起那个贪婪心吧 看看人家自己的选择 来 请开门 您要都决定回来了 您就乐呵乐呵吧 生活的别那么 我决定在一起 那我就意味着我今天为我的决定负责 开开心心的好不好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来 我们见证属于这对年轻人的浪漫时刻吧 各位请见证 我以后会对您好 我们的爱情为什么这么生分 连一个正常的拥抱都这么难 我是一个慢热的人 这段关系走向亲密 还需要时间 我真的已经等了够久 但却没有看到你为我做出的改变 可能只有你愿意陪着我慢慢走出来 我们才能真正走下去 掌声有请这一对 有请 小李22岁来自河北学生 小涛22岁来自北京学生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大学同学 对吧 是 谁追的谁 我追的她 现在是你的女朋友是吧 算是 干嘛算呢 到底是还是不是 就现在她就不想跟我搞 就是我有点传统 我希望她能多给我点时间 等一等我 我俩的感情不是特别纯粹 就平时出去吃饭 逛街 拉个手 拥抱抱都特别困难 而且就是 什么叫特别困难 而且就出去吃饭 唱歌 看电影 她都给我AA 就赶紧把我当外人 而且就是 她那恋爱观有点 那种悲观的那种 我总说的 然后她就也没法改变 我就有点手思无措 咱别一口气 你一口气说了太多的事了 咱慢慢说 就我们刚好一个月的时候 我待着去看电影 然后我特别挑爱情片 然后我特意就是订了票 就最后一排 就很爽 到时候可以拉个手啊 搂一下这种 然后 调错了 调恐怖片 到中间的时候 我拉着手 然后她就躲开了 我就以为是她矜持嘛 女生去 然后第二次过了一会又弄 然后她就直接就吊了声 然后就站起来就走了直接 因为我觉得一个月时间 有点太短了 现在拉过手没有啊 我拉过了 谈了多少年了 谈了一年了 但是其实我们现在 还没有接过稳 因为我的家庭 父母都比较传统 然后对我有一些 多多少少有一些影响 不是 这个 我觉得就接受程度 可能要慢一些 就跟我分门哥们什么 他们知道这事 就天在笑话 你知道吗 我也不好意思跟你提这事 因为就因为看电影那事 那会咱俩吵了一下 然后我就不好意思 主动地交给 但是我不是说 谈恋爱不是为了给别人看的呀 就两人在一块 一个就是关系到那一步 然后就是会有这个 而有的女方就比较柔柔嘛 他们可能就觉得 我要依靠她 然后就可能会主动要求 拉个手啊 就是我们 但是我们出去从来就 明白 就是在你的这个理念里面 认为这是情不自禁的 对吧 对 两个人相恋 有一些亲密举动 是应该是情不自禁的 对 女生是觉得说 我得控制着 对吧 是 就接着程度慢一点 没那么快 这事我们就放在这了啊 第二概念叫AA是吧 对 我们就平时出去吃饭 看电影什么 就都跟我AA 但是不是你们说的那种 比如说吃饭 今天吃了个饭 就一百多块钱 他就会问我多少钱 或者是看那账单 就是精神的各位 然后下次就出去吃饭 或干嘛 他会请一顿差不多的 然后比如说送那个礼物啊 他都会就是说 还一个或者不要 然后比如说吧 我记得有一天特深刻 就我请了喝了个星巴克那天 三十多块钱 然后转了几天吧 他就给我突然 我打游戏呢 突然转过来一个 支付宝转账 我说干嘛 他说这是 您是喝咖啡的钱 我倒是可以理解 喝杯咖啡你也转 这干嘛呢 就是因为 你怎么想呢 姑娘 就是他说我 其实是基于他 我看到他在学校 特别地在乎钱 而且还算的是 我们同学的钱 我就觉得 我哪算是同学的钱 就比如说 给同学去买个东西 然后他要收一个跑腿费 都是熟人 要是我的话 我就觉得不太好意思 这太杀手了 没有同学请你在 我觉得就联系到 我们的感情 我觉得还是不要 就是用他的钱 这样不太好 那我也没挣过你钱 对吧 你没挣过我钱吗 就是在大学 我们俩还没在一起的时候 我俩不都是在外联部吗 然后一起工作的时候 他就在他的朋友圈里边 发各种各样的小广告 见到我还各种 就是给我推休 然后我实在是 我不开面了 我就买了他一个东西 结果我同学跟我说 还贵了好多钱 你这叫没赚我钱吗 那是 别人也是那么多钱 我没说卖给你 就比别人贵了 但是卖东西买东西 就是我愿意买 你愿意卖 他说比专柜便宜 对 所以你这么说 我就很难不联想到 咱们俩现在的感情 因为这个事儿 我总说卖了跟天天这样 就跟拼饭 拼车 拼友似的 有什么意思 你都没办法当自己人 是吧 他就说 那天看那个电视剧 就是现在好的那种分手 之后渣男的报复 我付出多 他就为 他就亏欠我 我跟我 怕给我卖点什么似的 这就是你说的 他这个恋爱比较悲观是吧 就是 就是你想 你是害怕 沾了他 花了他的钱之后 万一你们俩不能在一起 他报复你 我当时不是说 认为他是这样的人 我是相信他的 就是说这件事 难免会在我身体里 但是你做法 是这么做的嘛 但我觉得 就是应该男的花钱 就是我对你 我也没有说 扣扣托托托 干嘛干嘛 都是你提的 咱们中国传统 就是男的应该都花钱 而且就算 真的能分手 我也不会说 送你什么贵的东西要回来 或者是我背后 说你什么什么 但是有一点 其实挺好的 说明姑娘 第一是清醒 你应该高兴了 找到这么一个女朋友 挺开心的呀 就是还有一个 就是他发朋友圈 他不知道哪找来句子 说恋爱不是必需品 恋爱是保养品 我身边好多同学嘛 都看着就问我 就感觉我是不是 不太重要这种 我觉得你只是主观一段 我其实不是这么想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可以干一些 很有意义的事情 不想让自己变得更好 然后再去经营爱情 我没有你想的那样 是消极的 你喜欢他吗 喜欢 真喜欢他吗 真喜欢 那喜欢这小伙子什么呢 喜欢他坦诚 有责任心 然后善良 有孝心 这有孝心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就是我们俩 平时在一起 不是有兼职吗 然后兼完职之后 他都会给他爸爸妈妈 买一些礼物 一些保养品 评价不低 很高 说笑心 我想想了一声 今年国庆的时候 他把我领家去了 都带回家了 对 你们家按你那个传统的说法 这就算正经的准姑爷了 对 就是他欺负她 一块吃饭 吃完饭之后 那回就不高冷了 头一回还主动牵我手 还给我夹菜 给我什么 披衣服什么的 然后他妈妈就 就感觉还不错 然后给我一红帮走之前 就有点两千块钱 可是回学校之后 我转过天了 他就把那叫走了 对 因为我之前看了 他对金钱上特别计较 我觉得咱俩 还是金钱独立一点比较好 而且我觉得这个 也是父母礼节性的 这么一个事 如果要是他父母给我的话 我也会给他返回去了 因为你妈妈给我钱 我肯定是到时候 会找机会 就是会还给他 那我这不是替你做了吗 但是如果这样 你来要走 我感觉这就是 你把我当外人了 这种 还有点 这次 他为什么把我领回家 不是他觉得行了 是他妈妈 从小就是给他说 就男人就不太靠谱 不太相信 然后我俩搞得像之后 他妈我知道 就天天问都问西的 然后总问 然后他就不耐烦了 他妈妈叫他 把我领回家 回家之前 就教我好多好多东西 怎么有礼节 然后他还就是 一点不高冷 表现出来 其实带回家 就是为了给他妈妈看 爸爸呢 他 爸爸也在旁边看 我一直说妈妈 没说爸爸 所以我问一句 就是我妈妈可能会比较在意 我们俩的关系吧 他可能会担心一些 看完之后觉得没问题是吧 是的 但是我觉得不是像他那么说的 我妈妈其实平常 没有像他说的那么恐怖 就说那么极端 说男生都不是好人 这是他自己想的 行 所以你的感觉是 他太冷了是吧 对 高冷那种 就是我感觉不到那种爱 对 我感觉就是一个 备胎的感觉 备胎 不是备胎 但是你心里是喜欢他的 对 可能是我的性格 让他觉得 我有些不太喜欢他 那今天你来干嘛呀 今天他要来 那你为啥陪着他来啊 因为我想陪着他 一起解决这个问题 你想咋解决啊 你的观念已经都根深蒂固了 就是我愿意为他做出改变 但是我希望他能 给我一些时间等一等我 但是我感觉他 好像不愿意等我 那种感觉 都就是有点接受不了 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啊 就是有可能我们这节目 成为你初吻的地方 是吧 什么 就有可能我们这个节目 成为你初吻的地方 是吧 我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 一起进入邱比特问卷 我跟你讲啊 小涛 就是我们很多 大多数的女生 一般来讲前三个月就是热恋期 我们会深情地凝视我们对方的那个爱人 就那眼睛恨不得就看他 然后就拔不出来了 爱情 最初是有激情的 但我在你们两个人身上这段爱情当中我们看不到任何的激情 而婚姻也是一样的 最佳的走入婚姻殿堂的时间节点是一年到两年之间 因为两年以后可能我们那个激情就过了 结婚的冲动就没有了 但你一点激情都没有吗 你一点都不想去拥抱他吗 一点都没有 对吧 而且正常来讲 他牵你的手在一个月的时候 我们觉得大部分情况下 这个时间节点是合理的 牵你的手 正常女生 我们可能会说 哎呀 讨厌 就是那种害羞的状态 可是你是大叫跑开 你是惊吓的状态 我不知道你在怕什么 可能是父母的情感对你有比较深刻的影响 但我想跟你说的是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生活 有属于你自己的爱情 你不要活在任何人的情感的影子里面 对面的那个男生和你接触过的也好 认知当中的也好 那男性是不一样的 他就是应该是你的爱人 如果单纯的生理排斥 再加上你们现在的这种心理排斥的情况下 我认为你是不爱他的 你只是觉得这个男生可能适合谈恋爱 然后我在一个应该谈恋爱的年纪 应该有一个伴侣而已 因为你不仅心理上排斥 你经济上的独立 你人格上的独立都宣告说 哎呀我们要是分手了 这样比较简单比较好处理 可是当我们投入到一段感情的时候 我们不太会想到分手的那一天 我们就是爱在当下而已 但你不是 因为爱是没有办法分得那么清楚的 就没办法那么理性 钱也是一样的 你请我吃一个东西 我请你吃一个东西 我们互相买一个礼物 这是为了我们让爱情更甜蜜 彼此拥有更多的回忆 可是你通通拒绝这一切 爱是亲密关系 不管是经济上的 生理上的 心理上的等等 但你完全拒绝 所以我认为你是不爱他的 爱情不是保养品 爱情是营养品 是让我们彼此营养着对方 让我们的青春更加的美丽 祝你们各自幸福 谢谢 好 谢谢左燕老师 来 曲总 这个女孩呢 其实并非有什么问题 我个人觉得没有 她可能现在啊 还没有真正地爱上你 现在是喜欢你 由此可见 你应该做的事情还很多 比如说她可能会觉得 你太过于看重钱 可能在钱跟情方面呢 她觉得你还不够 表现出对她的那种好 可能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甚至于有时候你的急躁 也是你的不对 真正爱一个人是要体谅她的感受的 为什么一定要再过半年就一定要怎么怎么着 我们的感情难道是说以时间为衡量的吗 很多年的夫妻也可能分手 也可能离婚 关键是你要持之以恒的 目的单纯的去爱这个女孩 甚至于爱她的一些特点 只有当你做到了这些让她大消了顾虑 她才可能放弃现在所谓这种悲观的这种看法 的确她现在状态给我们感觉就是 随时可能就想跑 因为她不敢轻易地开这扇门呢 让你进来 这扇门给你开了一个份 能不能打开她 真正地进到她的心扉里面 要看你的诚意 女孩呢 我觉得还是坚持自己认为是对的事情 但是呢 你觉得不会爱上她 她就是一个比喜欢多一点 但到底爱的程度呢 也别委屈自己 因为可能她不是你希望的 想遇到的那个人 真正你遇到了让你心动的人 可能你真会情不自禁的 如果你出来 并不意味着一定到在那个节点 要跟她进行更进一步的举动 但是至少意味着 我接下来会有更多的热情 来了解你 并且让你能感受到 我对你的好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蓝颖老师 有一个问题我一直在想要不要问呢 因为我知道问可能会有一些不开心 我是为了你好姑娘 所以我要问一下 刚才主持人问说 一直讲妈妈一直讲妈妈 爸爸呢 因为我是离异家庭的 就是我爸爸那边在婚了 然后我妈妈那边也在婚了 所以说可能导致我 就是有一点不太敢相信别人 所以刚才其实男孩是犹豫了一下 他爸爸 然后你很快地接着去说 我爸爸在旁边啊 其实你不太想面对这个问题对吗 也不是 其实我上这个节目 其实也想问问老师的意见 就是我想说的是 我估计会有不一样的成长背景 那我倒不是完全觉得你是 不喜欢这个男孩子 所以拒绝拥抱 其实我相信可能是父母的离异 让你对感情会有畏惧 你会担心受到伤害 你会担心说我付出真情 或者我打开心门 不那么理智地面对感情 我如果让自己的情感 让它自然地流淌 也许我会受到父母之间的那种不愉快的结果 老师有这种可能性的 就是可能就是我没有看到父母之间的太多互动 然后我就就是也许不是畏惧 就是不会去跟异性这种亲密的 你是跟着妈妈身后还是跟着爸爸身后 我就是两边都有 其实你是在一个不稳定的家庭状况下成长的 就是我们大部分建议说 如果真的父母身后分开 是给孩子一个稳定的话 你跟妈妈或者跟爸爸 就是相对稳定的 所以心中可能会 一 不了解如何和异性相处 二 其实心中有深深的不安全的感觉 这个和你的成长经历有关 但我想跟你讲的是 其实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健康 很好的姑娘 你看你去努力地和这个男孩相爱 你有勇气来到这个舞台 去打开内心的这些不愉快的过往 你是一个很好的姑娘 其实爱情没有那么可怕 感情没有那么可怕 不是所有的感情都是不愉快的结果 而且即便我们现在年轻 有可能我们的爱情 不一定就走到了婚姻 但是你要相信 曾经的每一次牵手 每一个拥抱 每一次亲吻 那一刻是幸福的 我们总是活在当下啊 你连当下的幸福都不愿意去享受 你不怕错过太多的美好吗 所以我特别希望你能够多一点点勇气 去好好的享受当下 你看这个憨憨的他男孩 他真的很喜欢你 他其实一直知道你的这样的内心的背景 所以一直在等你对吗 无论将来能不能跟他结合在一起 我们去拥有眼下的幸福 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 小伙子我就说一句啊 我觉得你其实真是挺不错的一大男孩 真心希望和他能够进一步地去相爱 再坚持坚持吧 给他多一点时间 也给自己多一点能够呵护保护他的能力 让他真的愿意打开心扉 和你好好相爱 祝福你们 谢谢 谢谢严老师 矜持啊 不等同于要清高 激情也不等同于要放纵 太轻了反而容易污浊 太高了反而容易舍断 所以你会发现一些家教非常严格的女生 往往容易吓跑爱情 最后容易被一个坏男人俘获 因为家庭对他的这种严苛的教养 成为了他最后的道德绑架 你把这个东西看得太过于重 我不是说一定要把它看得很轻 但是如果你太过于执着这些的话 它会成为你的思想负担 什么叫发乎于情 只乎于理 这个理当然是最后的界限 但如果是发乎于情 类似于想牵手 想亲吻 如果你当下想 那你就应该去做 否则的话 说句难听的话 你就有点装 从某些角度上来说 恋爱还是自然一些 没必要把自己限制在一个 自己认为的一个道德框架里 但是有一些底线是要遵守 否则的话你会把爱情吓跑 事实上当你内心想要去做的时候 你就应该去享受 而至于那些在金钱上 是否应该清清楚楚的问题 我很赞同 还有一些女生恨不得 有钱就用 有礼物就收笔起来 你是相对于独立 但是从某个角度上来说 如果她送一件礼物给你 你没有必要把钱还给她 你可以送一样 其他的礼物给她吗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 当两个深爱在一起的人的时候 他们俩之间 所有做出来的举动 就是想让你欠我点什么 或者想让我欠你点什么 以这种互相成为 债权人的方式 来联系我们彼此 来延续彼此的情感 怕就怕 你也不欠我 我也不欠你 那到了最后反而是干干净净 所以从某种条件下来说 我是赞同左言的意见 你至少没有那么爱 我们如果深爱一个人的话 我们就恨不得能为他做点什么 但是如果我们总是 时时刻刻在借地说 分了手以后该怎么办 结婚的时候就在想 离婚的时候能不能分得干净 财产好不好分割 时时刻刻处于防御状态 这跟我开始所说的 矜持和倾刀 那又是另外一个意思 而你总是在盘算着失败以后 怎么办 这不好 所以你好好地想想 你对他到底是怎样一种情感 至于男生 你还算是有点性子 还算是比较君子 但是再怎样的君子 到了最后也会被逼疯的 所以就看你自己的耐心怎么样 如果你有耐心 就能走进他的内心深处 如果你没有耐心 也千万不要做强人所难的越轨之举 好吗 就这样 好 谢谢陀老师 我觉得不要有什么标签 就是这样就是爱 那样就是不爱 谈恋爱没有标准 因为谈恋爱的人和对象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心里有他的尺度 就是在试探和了解的过程中完成的 这就是恋爱嘛 才美好 把所有理论的烂七八糟全抛开 问直觉 因为其实你们的直觉已经告诉你们了 这个人是不是你想要的 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我想对你说一句话之前 就是来之前就想好 想对你说就不谈这种感情 如果就以后你对同事啊 或者是别人啊 就是交往的时候 不要就是像刺猬一样 就把自己套在里面 你就要敞开心 跟人家心理心的交流啊 我想这样对你好可能 因为有的是 可能会是错过很多机会 其实我觉得我没有像你说的那样 就是跟别人接触的像刺猬一样 只不过是你觉得 我跟你亲密接触的时候 有点接触程度慢 你就直观地那么去想 还有就是我觉得 我可以为你做出一些改变 但是只是你现在不愿意给我时间了 你不愿意等我了 我希望你能多一点时间给我 就这样 请亮灯 回去吧 还是那句话 在门里面的时候问问直觉 谢谢你们 清辉 来 请关门 来吧 我们来看看 他们自己的选择吧 请开门 我们一起进入爱情保鲜记 有网友提问 我和男朋友是异地恋 最近一年都是我主动坐车去找他 我很没有安全感 我每次问他的时候 他都说爱我 让我别乱想 可现在发脾气时 他只会冷战 也不哄我了 每次和好 都要我坐几个小时的火车去找他 这一年 我们已经分手不下十次了 这段感情 我到底还要不要继续呢 有句俗话叫上赶的不是买卖 爱情也是这样 弱势的追求不如强势的吸引 至于你们这段感情是否要坚持 先看看你能否坚持不去找他 再看看他能否来主动找你 谢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